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加里那里马上回进三分 两队在开局紧咬比分 此节中断 绝经越攻越顺 加里哈里斯里突碍头砍下六分 约击其临续制造杀生命中四季拔球 绝经打出一波12-5 以19-13线力气领先 快传随后逐渐换上一众替补 哈里尔在内线翻将倒海砍下六分 不过巴顿立即标中三分回应 莱尔斯也造成大规命中三季拔球 绝经压制住矿船的追关势头 在首节战大意29-24领先五分 次节回来 马洋诺维其一上来 在内线一柱停转捐篮打成2加1 但绝经马上反击 比斯利命中三分 普拉姆利和莱尔斯在篮下赤饼拿到四分 内线开花的绝经打出9-0 把0先扩大到38-27 不过 快传经过暂停调整后找回进攻节奏 把动肺徒维造杀伤命中 三季拔球 马洋诺维其在捕篮强硬打成2加1 快传打出10-2的反击攻势 把比分追至41-44 绝经眼看势头部队马上叫停 暂停之后 打出气势的快传在主场球迷的那喊诸威 下延续着良好手感 新秀亚历山大强突打成2加1 布拉德利鞋刺杀出完成补扣并命中中逃 多点开花的快传逆50-48反超比分 再一次打停绝经 此间末段 绝经及时完成调整 他们在防守中加强身体对抗 成功降低快传的进攻效率 而在进攻端则找到外线手感 阿顿和姆雷杰连命中3分 决定在半场结束 以59-54重新取得领先 半场修整回来 快传牙火 陷入了两分半钟的得分荒 决定约基奇和哈里斯 则在内线进攻得手 决定把领先扩大到63-54 不过 快传之后缩紧过来 加林丹利标中3分打破僵局 戈塔特在蓝下连得4分 内外开花的快传把比分追至63-66 迫至绝经将暂停调整 暂停之后 阿顿板基连头戴法拿下4分 但加林丹利在中3分回径 快传紧紧咬着比分 此节末 两队踢步展开对攻 陆威射下4分 但绝经的莱尔斯命中3分还捏颜色 三节战法 绝经以73比72稍稍领先 最后一截 蒙特莫里斯命中3分 绝经继续稍稍领先 不过 马洋诺维奇之后在内线凭借身高优势完成2季爆扣 托拜俄斯哈里斯也标中3分 离外开花的快传以86-82反超比分 直接打停绝经 暂停之后 加利纳利在中3分 快传领先6分 比赛末段 绝经展开板铺 木雷中投得手 绝经其三分手起刀落 绝经再次取得领先 关键时刻 布拉德利出现彩线失误 绝经获得球权 约基奇在内线强攻再得2分 贝弗利出守护中 陆威再出现失误 加利哈里斯命中高难度急停跳投 绝经领先6分 就此锁定胜局 双方首发 快传 贝弗利 布拉德利 加利纳利 托拜俄斯哈里斯 哥塔特确金 木雷 加利哈里斯 巴顿 米尔萨普 约基奇